Hello 大家好 我是浩泽 今天呢是一期大家期待已久的好物分享 今天呢是从1月份到9月份所有的好物都给大家拿来了 可以说是一期好物分享的盛典 是不是这期好物已经等了很久了 咱们现在开始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按照护肤彩妆一些杂货以及双十一应该去买些啥 大家看完这一条应该大概都明白了 然后呢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我瘦了很多 然后呢至于减肥的这个视频呢后面会给大家更新的 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然后收藏一下这条视频 我们浅浅期待一下 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最爱的这个喇闷的精脆水 这个精脆水 真的我就是一整个爱住 它就是那种很好吸收的精脆水 然后质地有点略略浓稠的小感觉 然后一抹就很好的吸收 这瓶水呢就是我已经大概回购了很多很多瓶 当然有的空瓶都扔掉了 真的是很好很好用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水凝胶传输网 就可以快速地建立萌生的通道 然后让我们皮肤更好的吸收这个里面的营养 反正从这种老包装就是塑料的 到这种玻璃瓶有质感的这种玻璃瓶 我已经用了大概五六瓶七八瓶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稍微贵妇一点的姐妹们是可以抽一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海岚知名的浓缩精华 这个浓缩的精华可以说是救了我的命根子 就是它每次有我大型活动 或者第二天有什么重要的拍摄的时候呢 我前一天晚上绝对会用它用来急救 原来是已经空了的 这次我在法国呢又买了一瓶新的 这瓶大概我已经用了三四瓶了吧 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用 所以说每次我只要是去国外或者什么样的 我都会再入一瓶 所以这个呢就是舒缓淡化泛红 脸上之后泛红 前一天晚上用它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肯诺肯诺肯诺了 接下来呢是上次大家拆快递看到的 HBN的发光水和晚霜 这两个东西呢我差不多已经快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效果直接写在我的脸上 虽然呢A唇是一个抗老的能手 但是嘛这个东西略微的对我们的皮肤有那么一点点刺激 并且呢它非常的容易失活 目前呢我了解到的A唇呢要不然就是为了保证效果 一个劲儿在里面加那个浓度 要不然呢就是宣称温和实际上啥用都没有的智商税 但是我前面回国的时候不是买过他们家那个洗妹奶吗 好用到我分分钟找出了他们家所有的资料 然后我才发现A唇做的最早的就是HBN家 他们家还不怕死的把自己的产品送去了SGS权威机构做人体实测 总之我对HBN家的好感度和信赖度真的直线拉高 所以就是入手他们家的早C碗来试一下 然后我前段时间不是因为去加拿大吗 然后导致这个时差的问题 我的皮肤状态特别的不稳定 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整个脸垮在了地上 就是那种悬崖式的衰老 是谁拯救了我 是他们两个拯救了我这张垮掉的老脸 HBN真的不会是做A唇起家的 升级后的碗霜2.0用了黄金配比的双重A唇和双重A纸 同时它还配了一个能够加速A唇转化吸收的技术 一上脸就咔嚓咔嚓激活我们的绝缘蛋白 把流氏绝缘蛋白全部抓回来 并且它这个是按压真空罐 也完美的实现保鲜干净和节约用多少挤多少 活性很高的A唇就包裹在这些像鱼子这样的威力里面 因为2.0的版本它加了泰 相当于给我们的表情文还有静态文安排了一个精准狙击手 那么爱笑的我肯定不能让这个皱纹充满我30岁的年纪 如果你也有因为熬夜机灵增长肌肤老化出现的垮脸皱纹黯淡等问题 来豆芽菜们入手这几个姓表哥青春永驻 这个双十一我会领我自己专属的优惠认真团一波 然后这几个也是我最近的心头爱意 这个是他们家的葡萄清洁面膜 这个清洁的面膜里面有那种微细小的那种小颗粒 然后上了脸之后就是很好的可以达到清洁皮肤的效果 而且非常地补水 就是用完它之后就感觉整个脸就是非常的嫩 一般的情况下我都是先涂他们家的泥膜 就是等脸上的泥膜清洗掉了干净了之后 再涂他们家的保湿涂抹面霜 涂完了之后不要洗掉也不要卸掉 直接去敷上他们家的修护的面膜 就是你脸上你可以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种提升 就是感觉又嫩吹痰可破的那种感觉 就是日常护肤它们真的不能懒一点都不能懒 然后直接敷到脸上过到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呢 去卸掉脸上的这个涂抹式面膜 你就可以在你的脸上发现另外的一个字体 然后秋冬换季的时候呢脸就会比较干 特别是最近洗完澡的时候就可以感觉那个脸感觉要裂开了 然后呢我以为洗完澡之后呢就会敷一片他们家的这个油敷 因为它呢这个是水油同补的 因为它里面有三种金花油 橄榄果油玫瑰花油还有霍霍巴油 然后呢它在里面加了熊果胺和烟纤胺 你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油相和水相是分开的 就是也可以保持它这个活性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油膜直接挤进去的时候用之前再匀和一下 它会变成乳白色的 就是可以很好的乳化掉然后敷在脸上 特别是那种喜欢以油养肤的豆耳菜呢就特别的适合这一款 因为我秋冬一换季的时候脸就特别的容易干 所以这款就是我秋冬的时候补水补油的这种大神器 接下来的这两个呢就有点像妆前乳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我更喜欢把这个当做晚霜来用 接下来那么一半脸上这个埃斯特拉的这个霜 一半脸呢上这个BABI BROWN的橘子面霜 分成两边看来它的妆效是怎么样的 这个橘子面霜其实我用了很多瓶了 其实每次用的就是一点点 其实之前的视频里面也给大家分享过特别特别多的次数 就是千斤一点点薄薄一层 它就让我们的妆效呢会特别的服贴 但是有的姐妹们就会觉得它用完之后呢会特别的长闭口 那是因为你用的量太多了 不要用那么多量薄薄的一层 只要把我们的皮肤稍微的润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一半脸我们上这个埃斯特拉的这个晚霜 埃斯特拉这个晚霜其实有量也是一点点就是特别的水润 我觉得它可以是BABI BROWN的这个橘子面霜的平替 就是非常的平替 因为它这个成分的里面特别的干净 这个明米肌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的 用完之后呢两边脸的对比 你们看就是用完之后两边脸的对比之后 你可以感觉到明显的这边呢会稍微的润一点 然后这边呢其实有一点点那种偏哑光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粉底液的方面了 粉底液方面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 这一款呢大家应该都是老粉应该都很清楚了 这个Dior的索妆持妆粉底液 加他们家的这个妆钱 这个呢是我最近的心头爱CT的这个粉底液 我们这一般呢上CT 这一般呢上Dior 上粉底液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发现的神仙粉扑 这个知数家的 它这个粉扑上脸之后 我觉得那种垃圾粉底液上妆都可以让它脸妆效变得特别的好看 首先呢这半脸呢先上镜头给大家放大一点直接 这半脸呢上这个Dior的先上一蹦的妆前就可以了 就一点点 它这个妆前就是会有一点点提亮肤色和修饰肤色的小感觉 你们会感觉这边脸上完之后呢 这边脸就会稍微的亮一点 然后有光泽一点 对吧 护粉底液真的一点点 一点点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拍半张脸 我们看这个丝滑性 我们看这个丝滑延展度特别的好 而且它上脸特别的薄 特别的薄 而且持妆 你们看Dior的这个妆效就特别的那种绸缎 淡淡的绸缎感 而且毛孔的部分呢也是没有卡粉的 而且特别的细腻的感觉 所以这款呢就是我最近的心头爱 就是之前一直在用 很多朋友们应该都看到了这款粉底液 就是很多视频都出现过 然后这半脸呢我们上CT的这个粉底 这个CT的这个粉底最近风很大 你们知道吧 前段时间呢我是挺喜欢用它的 也是一点点的亮直接上脸 看它的延展度 我前段时间很喜欢用CT加的这个粉底 是因为我觉得CT加这个粉底遮瑕力度很好 就是可以把皮肤遮得很无瑕 粉底呢这咱们都上完了 这两个粉底呢我都很推荐大家 这个呢是遮瑕力度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很大的一颗痘 这边都遮掉了 然后呢这边呢也是这一块是有瑕疵的 也是遮了个七七八八的 但是这边我还觉得还是得稍微的 再用一点点遮瑕才可以的 这两边的这个对比呢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感觉 这边是有绸缎感的 这边呢就稍微的哑光雾面一点的妆效 就这一款呢保湿程度 妆前的保湿一定要做好 不然的话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干的状态 再离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 这边呢是这个 就整个妆效呢是非常的哑光 然后遮瑕的力度非常的好 然后粉质呢也很细腻 你看起来 然后这边呢就是浅浅的奶油肌 有那种光泽感的 然后遮瑕力度也是七七八八 没有这个的这么好 但是七七八粉质很细腻 然后没有什么瑕疵吧 我们直接入这个 如果说有瑕疵微瑕的 然后皮肤且没有那么干的 咱们选择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皮肤是油皮 咱们就选这个 干皮的话咱们选这个 然后散粉的部分 我给你们讲散粉最近我真的是 心头爱这个毛哥瓶的这个散粉 怎么可以那么好用 真的 就是你们看它这个粉服 我都用到已经快发黑了 骇一脏那种感觉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定妆的效果 我给你们看 这边是稍微有点绸缎的吧 它们就是一秒磨皮 你们看一秒就哑光了 哑光 别看这个现在哑光了 我跟你讲 就是等这边Dior的这个妆效 就是它会在两三个三四个小时 稍微的吹一点点油之后 然后整个的肌肤呢 就会看起来就那种天生的 妈生好皮的那种感觉 我就会觉得哇哦 这是我的脸吗 就那种感觉 就你任何瑕疵都看不到 然后天生好皮的那一感觉 你看我们这边定完妆之后 整个的脸部就是 这边定完妆之后 整个的脸部就是那种又细腻 又透着那种高贵的断愁感 这边的定妆呢 其实就只是把妆定住了 然后其实我更觉得这边呢 就是如果说你是出席那种大型的活动 或者是有那种户外的拍摄啊什么的 用CT这个粉底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它持妆的能力将就吧 我觉得五六个小时能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妆效 但是Dior这边呢 是我真的扛过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 就没有怎么太拖的那一种 真的很绝 是川菜的那一天用的就是这个Dior的粉底液 现在两边脸呢都差不多是打完了 你们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妆效 就是这边是CT 这边是Dior 你们看你更喜欢哪边的妆效 散粉我还有个特别喜欢的这个Hourglass的散粉 我喜欢他们家这个散粉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家这种黄金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们家这个散粉做的特别 他们家这个散粉做的特别的细 重点不是他们家这个散粉的细 他们家这个散粉重点是 你们在灯光底下看它是那种轻微的那种淡淡的珠光的散子 就是那种感觉你是天生透出来的那种皮肤的那种光亮度 所以说如果你说你在室外就是阳光很好的天气下 用Hourglass这个散粉定妆的话 感觉你的整个脸都在bling bling的发光 眉笔呢咱们就用了这个直寸袖的这个眉笔 这个直寸袖的眉笔用了七八年了吧 咱们快速的把这个眉毛补一下 果然吧人就是有了眉毛之后就是不一样了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修容盘用的是菲利菲拉他们家的修容盘 然后用的是03号 我觉得03号特别的符合亚洲人的脸色 就有一点点那种偏灰调的那种修容的感觉 你看已经快铁皮了 真的巨爱 我跟你们讲真的巨爱这个修容 这个修容就是最近我的这种心头大白 你看浅浅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和我们的 就是亚洲人的那种感觉融的特别的好 你看这边是画了的这边是美化的 它就跟我们的亚洲人的轮廓感出现的这种感觉 是特别的贴切吻合的这种感觉 你就感觉你涂到脸上不会有特别突兀的感觉 你看有的那种修容棕色的或者是偏红棕的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脸上特别的突兀 你看这个涂上去就是又自然又挺拔 然后直接就把皮子平地高楼起了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菲利发的修容盘它是可以一盘多用的 就是用稍微细一点的刷子是直接可以画出我们的卧蚕的 你稍微的眯一点点眼睛特别找到 然后一点点你们看这个卧蚕立马就起来了看到了吗 而且不会觉得很突兀很假这个卧蚕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卧蚕就出来了 卧蚕一有了眼睛就整个显得特别的大了 眼影盘的上一次分享过了就不多说了 只能把它眼睛的下面浅浅的补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颜色就是带一点点闪 然后稍微的用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的点一点点 一般的情况下我的眼妆和我的修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最后咱们再涂个嘴 然后就是一直被大家问到的汤厚的唇用 我这个颜色是20就是很多次断货 你看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这个已经完了但是新的那一根我已经买好存好备好了 它这个颜色上嘴之后是那种 你看我现在的唇纹特别的明显嘴巴特别的干 上完嘴之后这个颜色就是 你们上一下 这个就是厚涂下来的效果 整个感觉整个特别的饱满 而且有一点点亮那种感觉 但是过一会之后就会稍微的全部吸收一下 你的唇纹会更加的就没有了 因为它这里面含了就是那种什么精华油什么的 然后会修复你的唇纹 然后你看涂完这个之后 整个人的气色一下就提起来了 会感觉这个人就感觉 今天的气色特别的好 然后又不会很突兀 然后又很日常 就像你日常的跟男朋友出去素颜 涂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 当个润唇膏涂也是可以的 就是价格有点贵了 果然就是画了一些妆之后人都变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身体乳 香氛 香水 洗发水 这些东西给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马吉拉家的身体 接下来是身体乳 马吉拉家的游暖周末怎么可以这么好闻 它是这种不是很粘腻的状态的乳液 就是很好吸收 你基本上一抹一抹稍微的润一润 就可以整个吸收的特别的好 然后味道就特别像是那种刚刚晒饱太阳的那种棉被 蓬松且柔软 它里面是那种菱兰加白色香加烟尾花的那种芬芳的感觉 我现在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就是每天洗完澡之后涂它 涂完它之后整个晚上的被窝里面 就是那种特别的香 你感觉被它们的香味容爆了 怀抱在里面 然后你是那种怀抱中的婴儿 你是肆意贪婪的去享受它的味道 然后正儿八经的打造了那种围体香 就是可以让你整个晚上 甚至到第二天早上的中午 你身上还是香的那种 就这么给你们描述吧 你们用了它之后 你们想仿佛是那种附加千金小姐 在那种阳光特别好的周末 然后怀抱着一本书 在那种树下晒着太阳 边朗读着边去感受那种芬芳的那种感觉 用了它不得迷倒十个男人 然后这几个月我最爱用的香水就只有一瓶 这一瓶其实已经包揽了我这几个月的用量了 200毫升的Celine 这个香水从外包装看上去就特别的高级 然后它是Celine那个200毫升的 然后这一款它是不羁 因为不是马上要入秋冬了吗 所以我就又入了一款就是秋冬比较喜欢的 然后这一款香水整个就是可以包揽我秋冬的所有穿搭 因为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特别喜欢木质香 然后它这一款就是闻起来是那种酸冷的木质漆气 其加丝丝药感的结合 就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你就会感觉怎么样的纹都不会腻 怎么样的纹都会感觉有新鲜感 网上说呢是男生用有点娘女生用有点刚 然后呢它这个尾调呢会有一种淡淡的木质调的烟粉气息 可能这就是大家觉得它娘或者它刚的这种感觉吧 就是前调很刚后调很奶 但是真的有点贵 家人们可以买那个小豪生的可以感受一下 这瓶呢就是他们家那个彰显 彰显的颜色呢明显就会比较淡一点 如果说你喜欢木质调一点的那种甜一点的味道呢 就选择这个不羁 如果说你喜欢花香就那种很甜 或者是那种一点点那种反正就是很奇特的那种花香 你就选择这个彰显 这两个呢都是我日常推荐的 如果说你有这两瓶的话 基本上一年四季不用买香水了 这两瓶就够你喷了 好的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分享了 基本上是结合了我们上半年的 这一个半年的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些产品 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呢接下来就是从11月12月1月2月这三个当中 就是秋冬这两个季节 比较好用的东西呢我会在12月底的时候给大家再分享一次 然后呢接下来的后面呢也会给大家出一期双十一的购物指南 就是我会去做一个PPT 然后来发放给大家 就是哪一家买什么东西最便宜 然后他们每一年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哪一年当中你买到的是最划算的 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或者是今年的这个双十二 是不是合适买的这个东西的时间 所以呢也会分享给大家的 还有今天就是这样呢 大家对于以上喜欢的东西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随时留言来问我 然后呢最后呢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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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